你这个玩具啊 你不要这样蹲着买 你应该飞着买 飞着买 你这个多少钱一个 15块钱一个是吧 这么贵卖得掉吗 卖不掉 你一天估计卖几个是吧 要不这样吧 我教你怎么飞着买 可以吧 算了算了 你这个全部卖给我吧 我来帮你飞着买 多少个有 大概400个 40个是吧 你这样 7块钱一个卖给我 不行不行 来给我还可以了 打个5折嘛 7块钱一个 不行啊 不行不行 你这个成本估计就55块钱一个进来的 你就这样吧 给你加到8块钱 40个一共给你300块 行不行 300块我给你算过了 你赚100 不行不行 300块钱现金给到你 我让你看看我怎么飞着卖的 两个小时把它卖空 行了 三百块钱 不行不行不行 我也不是忽悠你 三百块钱真金白银给你 来来来拿着 不行不行不行 行吧 行了吧 好吧 行行行 怎么飞啊 哈哈哈哈 我先飞给你看 好 算道具 助力 来这个你看明白了没有 我跟你讲 10块钱6个标 只要他中80 我就给他一个玩具随便拿 如果他6下全中了就能拿6个 如果6下全没中我就存赚10块钱 听懂吗 有这么多人啊 来你们要不要飞一下 10块钱6次 好 可以吧 10块钱啊 那你先收钱 10块钱6次啊 行不行啊 看一下来你下来 先上吧 开始 呦 差一点 压线了可以吧 这样就 可以 可以 不要 是不是太近了 哇 两个两个 自己拿自己选两个就行了 你来不来不来吗 你看人家啊 大人可以吗 大人他不能扔是吧 这么小 行大人可以的 把他安全箱往外移一点点就行了 来 帮我移一下 试试 还厉害 来打个气 试试 打个气 加油 加油 不行 哎呦 我的妈 别啊 哇 还有一个 妈呀 力量 他说他来 可以让他来 太差 哈哈哈哈 那你来 试一试 哈哈 你好厉害 老板 一雷啊 你别急嘛 等会 等会嘛 看来我要死出 杀手钱了 知道这个是啥吗 你放的产品不一样 大人就多了 是吧 我们再等等 哈哈 你笑啥 哈哈哈哈 对 可以 加油 哎 下一个 投这 投这 看准一点 下一个 哈哈哈哈 你们笑啥 哈哈哈哈 打架了 哈哈哈 没头大 来 这样一人一个小奥特曼 行 你为什么不要奥特曼 你要那个小娃娃是不是 我不是男人 你手发不一样 有点小李飞刀的感觉 恭喜你 哈哈 奖励奥特曼一个 差一点点 我需要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确定啊 确定确定 快 快点 迫不及待了 有点 厉害厉害 这个可以了 拿两个 这里拿 三十就是十五个吗 十八个吗 十八个 先来十八 十四水 那行行行 再付十块钱 还可以再来一次 你要不要 你想要什么 十块钱 对 不是年费吗 不是 这里有个移动广告 你看到没有 对 十块费六下 你想要哪个 你先说 我想要哪个 那肯定我最喜欢的超人 什么 这不是超人吗 这是超人 这是奥特曼 这是奥特曼 哈哈哈哈 差一点点 不是 这样也算 这样也算吗 对对对 这个我们良心经营 说算就算 对吧 我能不能玩一下 你也想玩 十块钱 可以吧 可以啊 我可以 你往上高一点 往上高一点 你再来一次吧 要不然 行 再来一次 还要行 倔强啊 你投了这上面 你别再投了 投了没用 对 有没有玩过狙击手啊 我这里呢 一共收了三百九十块钱 你觉得我赚了多少钱 九十 赚个鬼啊 我洗衣好几包损失掉了 四包洗衣没了 就赚了个五十块钱 但是你还有这么多货 是吧 还可以卖 我们要现在做的是叫年轻人的生意 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喜欢玩游戏的 都是在通过升级打怪这个游戏的环节当中长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生意一定是要游戏自来来做生意 让他有进阶路才可以 包括管理员工也是一样的 第二个啊 就是用户其实可能对你的产品他并不感兴趣 就像他他卖的这个东西啊 其实应该放在幼儿园门口 或者小孩放学的那个时段卖 今天周六 没有小孩 所以说他卖的比较难 我们得改变用户的注意力 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个上面了 他就变得有趣了 就变得有购买动力了 你帮我做好了 拿回去了啊 算了算了 给你吧 给你吧 我要的也没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